台北和華人的國土客運 近前隆重五分作 三間業者 在經營三條路線 提供給我 不過這幾年多請的人太少 在四孔三大大廣後 確認所法公路的安全 也已經停曬了 現在公路局是要跟政府作一條路線 中心又開放客運的業者來申請 這是華人會請站頭前的客運 專門站 四月找三大廣後 北華客運已經停曬 現在只提供華人地區的路線 也讓民眾坐 不過在台東正常 其實北華山的路線就沒有坐 在運量是怎麼樣 是很少 平均班次大概一班有多少忙在做 有時候都沒有人 有時候一兩分這樣 四月找三大大廣後 北華客運停曬到現在 三間客運的英文許可 對今年第一到每年一月分 有少到期 共路局政兵三條路線 改造一條隊邦局南港 國土五河到華人的路線 不過無情無業者 關於繼續經營 台鐵有進行購力的車 還有那個 近期的那個 環境客比較少的狀況下 目前火車的運能都足夠 所以對我們 客運的經營就有 產生很大的影響 共路局政兵說 北華國度的 客運的路線 申請到十幾歲 並算之前 沒辦法公布 有得一些業者加進 不過會放兩路線 跟車幫 配合地方全部的要求 那有一些應該設置的站位之外 像那個行駛的班式 或者是行駛的一個簽署有沒有 目前除了假日之外 就是由業者這邊自己去規劃 民主席煩惱說 如果沒有業者關於經營 北華山是不是就不去 很可惜啦 花蓮這麼好的地方 取消這個長途客運 然後遊客就不方便來 真的對花蓮是很大的損失 業者公調已經不會蓋在 長期的開設 甘米蘇表示會繼續跟業者溝通 來維持北華客運的路線 仍然未來新路線的票價 會按照新匯率向鞍來計算 記者做恐怖度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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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